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新婚纪念日当天,我发现我的老公出轨了,不仅软饭硬吃,还想设计让我出轨,他好作为受害者离婚分财产 面对他的厚颜无耻,我吃笑一声,反手将他送上妈咪boy的床 第二天视频火爆,全网渣男傻了眼,我叫何夕月,我发现我的老公可能是出轨了 新婚纪念日,那天我拉住了急着往书房走的卓一帆,想请他抽一些时间陪我吃个饭 他却张口就要单清艺术展的邀请名额,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委婉地拒绝了他 于是他掀翻我花了一下午备好的菜肴,摔碎了我珍藏多年的红酒,指着我的鼻尖勃然大怒 我最近很累,很烦,何夕月,作为总裁,去单清艺术展的机会还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你就是不想帮我 既然这么不情愿,那就别再来打扰我 他面红耳赤地对我宣泄着怒火,某些人就是摆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你就是个老女人而已,离异了的话,看谁还要你 我吃笑一声,不紧不慢,用一根筷子将头发挽起,上去就是一个过肩摔,那也请你尽快摆清自己的定位 因为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个离异了的老男人 而且还会是个一无所有的老男人哦 我俯视着躺在地上大喘粗气的着衣帆,笑眯眯地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看着他胀成猪肝色的脸,心里却缓缓划过一丝酸楚 毕竟也是真心喜欢过的人,谁能想到呢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经面目全非成了这个样子 何夕月,打人不打脸,你这是在践踏我的人格尊严 他色力内忍地冲我吼叫了一声,看了看表 用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大步冲进了书房 门板摔得震天响,急切的背影像是忙着去见情人的罗密欧 又仿佛赶着相会轻轻的西门庆 我觉得疲惫极了,不愿再与他继续掰扯,关上门走了出去 想要公道,打个颠倒,自己疼的时候知道人格尊严了 讽刺我的时候,却仿佛忘了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 他用年龄和婚姻来威胁一个女性 如果我还是个二十郎当岁的小姑娘,一定会被她这句话打击到 可不好意思,我今年三十了 三十岁的女人并不像俗话所说是个豆腐渣 相反,我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拥有自我选择的勇气,也有驾驭人生的能力 并不会被他人口中的三言两语给轻易击败 不过这些话说给她听也没意义 毕竟一个人的性格在成年之后就已定型 我可没有那个自信用寥寥给予就推翻人家十几年来形成的观念 她自己不是也说了吗?她很累,很烦,用不着我何夕月来打搅 早跟你说了,要理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治驴,怎么样?爽吧 好友双双翘着腿坐在把台上,一身合体的银色西装 蓬松如云的绿色卷发,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清冷又知性,十足的郁姐发 还好吧 我苦笑道,就是心里难受 想不通曾经说过那么多甜言蜜语的嘴里 怎么能吐出那么刻薄的话 还说你知冷起来了 这就又感性上了 快掀开头盖骨 让我看看里头装的是不是恋爱脑 要不是你家底后 我看他能给你骗的底裤都不剩 他气得不行 伸出指头,弹了我一个脑瓜崩 这是一家青吧 正在播放的BGM也十分的应景 歌手轻柔的嗓音正好唱到 总有人相濡以沫二十年却输给天真或妖野的一张脸 则 双双凝了凝眉 向来干脆利落的一个人也显得有些犹豫 阿月,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 事儿我帮你查了 卓一帆确实是不太对劲 不过出轨对象 是个这样 哈 我感觉自己的CPU已经快被干烧了 语言系统也不太能跟得上 只有脑子里不断回荡着一句话 敲电子木鱼 见机甲佛祖 拜朋克观音 取赛博真经 现在怎么着 赵 AI小三 总之你自己看吧 双双推过来一答文件 我急切地翻看着 最后缓缓举起杯子 一口气喝了个干净 冰凉的酒水下肚 方才觉得冷静了些许 那上面赫然是卓一帆 和一个叫做莉莉丝的全部聊天记录 其实最开始还是能明显看出 莉莉丝是个恋爱的 会好好聊着天 突然冒出来一句一句 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比如卓一帆说 今天的黄昏好美 莉莉丝会回复乌鸦的味道 尝起来会像黄昏 再比如卓一帆说 最近没有灵感了 拿着数位板 也不知该画什么 莉莉丝的回应则是显示器复制粘贴我 像个正在哑哑学语的幼童 可是越到后来 她的知识储备量就越多 回答也变得更有逻辑 她记住了卓一帆说过的所有话 积极地回应着她的所有问题 不会反驳她 不会拒绝她 更不会质疑她 卓一帆对她也变得更加热情 从刚开始单纯地倾诉压力 逐渐变成了暧昧的言语撩拨 莉莉丝一热烈地回应着 我能感觉到你爱我胜过她 卓一帆刻意向莉莉丝灌输着各种名画 训练她进行绘画创作 她是一名原创画师 本该用手上的画笔 为自己的作品赋予灵性和价值 却在品尝到走捷径的甜头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 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莉莉丝 在大数据的支撑下 曾经需要熬游废火好几天的作品 只用短短不到几分钟就能新鲜出炉 她甚至懒得做出一丝修改 直接将这些作品原样发给甲方 而后便是一些不堪入目的记录 和卓一帆认识这么久 我从未想过她是这么有创意的一个人 她竟然将小电影和十八进漫画灌输给莉莉丝 在网络空间上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欲望 玩得还挺花 莉莉丝时而扮演手持皮鞭的女王 时而扮演纯玉丰的家庭教师 时而是寺庙求子的风月翘家人 时而又是懵懂天真的长耳兔子精 通过那些陶醉的字眼 很明显她乐在其中 早已分不清楚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究竟在哪里 真的是我不够好吗 我难难道 巨大的冲击下 我不禁产生了自我怀疑 就像一个明星在电影中 呐喊出来的那句台词 我有钱有身材 你居然去泡一条鱼 当时只觉得搞笑又滑稽 现在却真就觉得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你在想什么有的没的呀 双双抬手赏了我一个暴力 倒是再往后看看呢 人家就是有心算无心 早就盯上你了 我于是又哗啦哗啦翻起资料 越往后 越觉得一片真心喂了狗 我和卓亦帆是在一次合作中认识的 彼时我是业界有名的挑剔甲方 他是刚入职的菜鸟画师 虽然经验不足 作品之中却灵气满满 秉承着爱才之心 便也认真指导了几句 他比我想象中更加上进 也更懂得抓住机遇 直接跳槽来到了合适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短短几年便做到了公司高层 态度却依旧谦逊有理 会礼貌地向我请教问题 然后爽朗地点上 一杯咖啡作为答谢 一来二去 自然也就熟络了起来 我被他身上的拼劲所吸引 再加上他热烈地追逐讨好 最终选择接受了 他单膝跪地送上的求婚戒指 彼时我以为 那是通往幸福殿堂的钥匙 可如今看来 却不过是他亲手 为我设下的圈套 那些上进与爽朗都是假象 他要的 是一个能让他少奋斗 二十年的机会 在双双提供的资料里 就有许多被他用完就扔的受害者 有些是心思单纯的富家千金 有些是家庭不合的有钱少妇 就连能当他奶奶的老年富婆 也在他的狩猎范围之内 他不断投其所好 又以色相诱惑 将这些无辜的人 当作向上的踏板 当榨干他们最后一丝利用价值后 便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 就像刚才 他急着拿到业界有名的 丹青艺术展的邀请函 想要以此跃入顶尖大佬的圈子 在我拒绝之后便耍起了脾气 可他已经很久没有好的作品了 我拒绝他 只是因为他的作品降气太重 不足以打动那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他若去参展 能收到的 只有指教与否定 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 自负而自卑 敏感又脆弱 被人当众质疑的话 一定会崩溃的 你呀 就是个呆瓜 考虑他做什么 双双皱着眉 他不仅和老打得火热 最近还和一个绰号 叫做黑寡夫的人联系紧密 你还是小心点吧 他严肃地告诫着我 别看这人外号中二 真的是个狠角色哦 被他跟过的妇婆们 无一例外都精神失常 住进了疗养院 继承来的遗产 都快绕十一圈了 你是想说卓一帆还想害我拿钱 我惊讶到 有些不敢置信 你们是合法夫妻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双双推了推眼镜 肯定道 知道了 我沉吟片刻 抱了抱他 放心吧 会注意的 有黑寡夫的联系方式吗 在冷战了几天之后 我突然接到卓一帆的电话 他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说为了赔罪 特意定了浪漫的温泉民宿 为我补过纪念日 我欣然赴约 卓一帆早就等在门口 他捧着一束娇艳的玫瑰 见我来了 瞬间眼前一亮 一副惊喜的样子 月月你来了 之前是我不好 他态度很好地认着错 怪我太心急了 我只是想去单清艺术展 学习提升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在别人看来 也算是配得上你 啊 是在十八镜中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吧 我看着他这幅作态 心里无不讽刺地想着 别生气好不好 是我错了 你看 我专门学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还热着呢 快尝尝吧 他拉我在餐桌旁坐下 很小意温存的样子 不过在我看来 却刻意地有些过头 那些菜肴的味道是香 不过也很熟悉 像是保姆汪姐的手艺 真行 作戏都浮躁到不愿意认真 我吃了两口 就割下勺子 怎么了 不好吃吗 他有点紧张地望着我 没有 就是有点累 胃口不太好 我应付道 啊 那就喝点汤吧 暖暖胃 就舒服了 他热情地劝说着我 又盛了一些汤给我 见我喝完了那碗汤 他不易察觉地输了口气 然后殷勤地站在我身后 我给你揉揉尖吧 忙了一天了 稍微缓解 一下就很棒 不等我拒绝 他撩起袖子站在我身后 一双大手在脊柱上 随便按压了两下 便要顺着领口往里伸 月月 不想吃饭的话 那就吃我吧 她的脸贴在我的耳朵旁 原本清润的声音 显得有些油腻 我闭了闭眼 无声地叹息一声 来之前 我已经联系上了黑寡夫 在花了一大笔钱之后 她提供给我一个消息 原本还是将信将疑 可见了卓一帆这种反常的态度 那最后一丝侥幸也没有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 对我这么热络过了 我以前只当她轻心寡欲 在知道她过往的那些烂事后 便揣测着这人大概是损耗太多 废了 讲真 她在床上的表现 也是跟考拉有得一拼 嗯 考拉嘛 据说懒挨晚期 是一种连交配都要饲养员帮忙的生物 卓一帆那困如老狗的状态 跟她比也差不了多少 今天之所以这么热情 是为了麻痹 我喝下汤里放着的药酒 好拍下我出轨的证据 然后分到更多的财产 卓一帆还在表演 她将头埋在我的颈窝 轻轻触碰着 一帆 我们谈谈 我闭了闭眼 轻声道 毕竟也是爱过的人 如果她觉得这种婚姻状况 无法继续维持 那么早点结束 对彼此都好 人类的性体是自由的 我尊重且祝福 她可以高高兴兴和给爱在一起 我也能早日从这段 并不愉快的婚姻中挣脱 卓一帆显然不愿意就此打住 她和我耳鬓撕膜 虚 此时此刻 我只想跟你谈情说爱 我心底一片冰凉 只觉得既讽刺 又惊怒 这幅温柔入骨的样子 只为了催起药效好 让我任人摆布 她以为她在羞辱谁 既不忠于自己的感情 也不尊重别人的意愿 最后恶心地只有她自己 我抬手 重重推了她一把 你是脑子有病吗 除了做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卓一帆面色一变 但为了实现目的 她还是迅速调整了表情 做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拥抱着我 月月 我只是因为太想你了呀 这些日子一直忙着工作 是我不对 今天保证 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好不好 我再也忍不住 站起身来 就给拉扯进了洗手间 直接打开淋浴喷头 调到冰水一顿输出 冷静些了吗 不能正常沟通吗 玩什么装神弄鬼的把戏 你以为自己很幽默 并没有冷静一些 卓一帆依旧一意孤行地缠着我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抬起手 拿了一瓶香槟给他 在起风的时候 手指微微移动 一颗药片瞬间融入酒水 不是要道歉吗 喝完这瓶 我就原谅你 我挑了挑眉 挑衅道 卓一帆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 他不理会 我的刁难 咬了咬牙 便喝了起来 黑寡夫提供的药果然烈性 一瓶酒还没喝完 他便已经眼泛桃花 面色潮红 他眼神浑浊 刚才被淋湿的头发 湿漉漉贴在头皮上 仿佛一条落水狗 他哼记着哀求我 听命想要凑过来 是时候了 我摸出手机发了条信息 随后唇角挑起 微微一笑 将他搀扶着带回卧室 卓一帆已经理智全无 只是本能地向我靠近着 我俯下身子 媚眼如丝望着他 红唇督起凑近他 一双手臂勾勾 缠缠地四处起火 最终在他意乱神迷的身影中 用领带将他的双眼蒙起 一番 晚点不一样的吧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 起身关上灯走了出去 打开大门 早有位白净男士等在门上 这原本是卓一帆 为我准备的 可是现在 要用在他自己身上了 不要真的侵犯他 只要拍下照片就好了 我平静道 嗨 你们女人就是心软 她可是让我 真刀石枪地对付你呢 要不是你这娘们 还不算傻 到时候只订得上 国产付费去了 男人责了一声 大大咧咧道 所以 人和畜生是有区别的 我拿出一打 粉红色的钞票 往他手里一塞 去吧 他不当人 我可是有底线的 见男人收了钱 我位移侧身 让开了位置 我也不能再拖了 直接冲了出去 打开隔壁的门 就冲了进去 为了不让卓一帆怀疑 那汤里面的药 我是真的喝了 虽然药效 没有黑寡妇的那么强 却也很是磨人 我颤抖着手 急切地将凉水撩在脸上 镜中的女人 一张脸苍白似鬼 面颊附近 却犯着病态的潮红 狠狠竖了竖嘴 口腔里那股血腥之气 这才淡了些许 是我自己咬的 只要痛意 才能分散那十股的燥热 我并不准备屈服于自己的欲望 人与野兽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能控制自己 浴缸里已经放好了水 甚至还堆了些冰块 正在冒着丝丝寒意 我缓缓将身体进入水中 瞬间感觉清明了许多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从脑海中滑过 我闭了闭眼 这才放任泪水滑落 人非草木 我对他是有过真感情的 看在感情的份上 我原本只想和他谈谈 然后和平分开了事 那些欺骗与背叛 就当是烂食一桩 也算是我瞎了眼的惩罚 可是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他回敬我的 是这么肮脏而丑陋的圈套 此日我掐着时间回到了隔壁 那位白净男士早已离开 徒留卓一帆 还沉浸在梦乡里睡着 拿了钱的做事就是周全 那人不仅揉皱了床单 还在卓一帆身上 留下了不少暧昧的痕迹 我解开了长发 又精心在肩膀和脖梗上 画了几处吻痕 这才躺在了卓一帆身边 一副娇弱无力的样子 他睁开眼睛时 我就躺在他的臂弯中 一帆 你昨天有点坏哦 喝了点酒就胡作非为 折腾得人家腰都快断了 我掐着嗓子 冲他抛了个媚眼 他瞬间瞳孔地震 条件反射地将我推开 眼神中不易察觉地 划过一丝难堪 随后抢笑着敷衍了几句 便一头扎进了浴室 戏吧 最好连皮都搓掉 我好整以暇地 转了转手上的婚戒 有些恶趣味地想着 如果他知道 昨天和他春宵一度的 是个大兄弟 该是多么崩溃的场景 不知道过了多久 浴室中的水声剑指 卓一番擦着头发上 滑落的水珠走了出来 他黑着个脸 重重坐在离我较远的位置 何夕月 你也太不矜持了吧 你就这么饥渴 那眼神带着嫌弃和厌恶 浑然不似一个丈夫 对待妻子该有的尊重 双双说得对 我真是够呆的 这么久了才发现 好在也不算迟 昨天还叫我亲爱的 今天就成了何夕月 我湿湿然起身 向他走了过去 卓一番下意识就要躲我 却在见到我手上 拿着的邀请函时 顿住了身子 是丹青艺术展的邀请函 他紧紧盯着那薄薄的卡片 一副垂涎不已的样子 一番 你不是想要这个吗 我想了想 感觉还是得出去看看大场面 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这个机会就给你吧 我故意拧着腰 轻轻坐在他腿上 他身体立马一僵 却碍于邀请函 不得不伸手揽住我 你要早这么想就好了 月月 快给我 他从我手上 接过那张卡片 公司里那群老古董 欣赏不了我的画 我要把它带去丹青艺术展 哈 给作品杜一层金 打烂这些老东西的脸 他说着高兴了起来 也顾不得细想 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伸手就将我从腿上推了下去 月月 我要为餐展做准备了 这些日子 尽量不要打扰我呀 好啊 我微微一笑 目送着他匆匆离开 这张邀请函是真的 既然你为了他 不惜与我翻脸 那我给你就是 到时候你自会知道 你苦心求来的 究竟是通往更高层次的敲门砖 还是裹着蜜糖的断头餐 昨天的药效果还满意吗 眼前的人穿着中式衬衫 黑色打底的柔滑布料上 绣着精致的暗纹 他笑眯眯地把玩着万间的手串 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望向我 看起来就像是个乖巧的邻家小少年 但我知道这皮像下的灵魂 并非那么单纯无害 毕竟是被称作黑寡夫的人 天生克我这种人傻钱多的富婆 你那位老公经常来找我取经 不过我向来不喜欢欺负女生的人 他这样可就有些过分了 他笑容甜蜜 狐狸眼中闪动着愉悦的光泽 所以我决定帮助你哦 不用太感谢我 我们做Sugar Baby的 也是有职业道德的吗 Sugar Baby 我疑惑道 嗯哼 简单来说 就是指接受金钱或物质礼物 作为交换为他人提供情感 陪伴的人 不过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造梦者 黑寡夫兴致勃勃的起来 我陪伴那些感情空虚的女士们 做她们的完美情人 给她们带去快乐和幸福 只收取一丢丢的服务费 不过分吧 啊 很有信念感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 这种孔雀性格的人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得夸赞了句 被漂亮的女士夸奖是我的荣幸 黑寡夫却被这句不走心的夸奖给逗乐了 她调皮地行了个绅士礼 然后身体微微前倾 向我告起了状 不过你挑人的眼光 可不如你老公哦 你拿她当伴侣 她当你是金主 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们 Sugar Baby这个行业嘛 她做出一副苦恼的样子 拖着下巴想了想 忽然凑近我 啊 不过作为唐宝来说的话 那家伙显然年龄有些大了 不像姐姐 漂亮又有气质 是我们都喜欢的类型呢 不如就考虑考虑我吧 她打了个响指 一脸欢快 再说吧 我微微一笑 没有再扯些有的没的 直接坐直身体 将一张支票推了过去 我是来和你谈合作的 卓一帆肯定还会来找你 我希望你能及时告诉我 有用的信息 啊 真是没劲 她软绵绵 往桌子上一趴 看也没看 就将支票揉成一团 揣进了兜里 所以 人都知道我爱钱 你就不怕 我被卓一帆收买 那我就给你双倍 我挑了挑眉 举杯和她碰了一个 怎么样 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黑寡妇抬手 懒洋洋和我碰了一个 看在钱的份上 友情提醒一下 你老公急着和你离婚分财产 这次不行 肯定还有后招 我点点头 心里已经有了一番计较 参加展会是图名 想让我作为出轨方 离婚是魏力 名利都想要 财色都要收 卓一帆 眼大肚小 可是会被撑死的 艺术展当天 卓一帆将自己打扮得 很是精神 她揣着邀请函 趾高气昂地穿过红毯 走入展厅 只是那兴奋的表情 很快就沉了下去 和氏集团的展位上 赫然是其他人的作品 何夕月 你敢耍我 她铁青着脸 扭过头瞪着我 怎么会啊一番 咱们公司的位置 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按你的作品 应该要放在 更亮眼的地方才对 我轻易地挽着她的手 做出一副 很为她着想的样子 特意花了些钱 申请了中心位置呢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你就是太好出风头了 她皱了皱眉 一副清高样 只是眼神中 却闪过一丝欣喜之意 不过 既然你已经安排好了 那就这么着吧 哦对了 记得帮我录个视频啊 我有个朋友想看看 我给他开开眼界 哈 朋友 怕是想给丽丽丝看吧 我点点头 礼貌地邀请旁边一个记者跟上 这知情失去的举动 换来了卓一帆汗手一笑 我也忍不住想笑 丽丽丝作为一个 也会不会开眼界 我不知道 我今天这眼界 算是开定了 还没有走到展位前 便听到一串嘈杂的声音 那些艺术界有名的大佬们 围着画作激烈地讨论着 再跟我确认完 那是属于他的展位之后 卓一帆立马洗行余色了起来 他整了整衣服 咳了两声 随后面对着镜头 开始侃侃而谈了 我一直认为 一个好的作品 势必是要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探讨的 我的画作能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也觉得非常荣幸 这离不开朋友 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他太得意了 完全没有听清那些大佬的讨论内容 也没有注意他们紧锁的眉头 一番 那边有几个老朋友 我先过去看看 去吧去吧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沉浸在被人追捧的感觉中 无法自拔 我悄然退后 冷眼看着他大摇大摆走入人群 卓先生 这些画作都是出自你手吗 人群中 一个文质彬彬的眼镜男问道 是的 阁下有什么高见呢 卓一番瞥了一眼这人 见是个生面孔 便露出些许不屑的神色 人要是自己不想活 真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啊 他不认识这人 我可是清楚得很 这眼镜男看似普通 却是书画界有名的妙人 画迹精绝不说 更是牙尖嘴利善于辩驳 凡事非得分出个青红皂白 才肯罢休 嗯 通俗来讲 就是杠 卓一番遇见此人 也算是倒了霉了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那人立马来了劲 袖子挽起 就拉开了架势 天真的卓一番 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还傲然 摆出一副大师的风范 简单来讲 这些画都各有亮点 眼镜男推了推眼镜 开始点评 这有须有识 简略得移的线条 很有其老一封 这错落有致 气韵生动的韵笔手法 和金大师有 异曲同工之妙啊 还有这色彩渲染 浓墨勾勒 淡墨烘托 颇有几分理大家的味道 说完不等卓一番露出喜色 那些老头们就再也按耐不住 一股脑将他围了起来 这些都是看家本事 我不记得和小友你切磋过呀 巧了 我也没有收过卓先生当徒弟呀 这幅画和我的成名之作相似度 高于80%了呀 卓先生 如果今天不能给到一个合理解释的话 那就法庭上见吧 哦 原来都是苦主啊 随着一句句结问 卓一番并未紧张 他清了清嗓子 得意地解释了起来 啊 这些其实都是AI运作出来的画作 我是在打造一种很新的绘画模式 相比于人工 AI的创作时间更少 产出量更多 在你们累得手酸眼花 为寻找灵感而绞尽脑汁的时候 只要使用AI输入关键词 很快就能按要求的风格 生成新的画作 这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形成一股热潮 大家想想 在别人类的跟狗式的画画时 你却在悠闲地喝茶品名 最后的结果却相差不多 何乐而不为呢 打断他这番高谈阔论的 是一个砂锅大的拳头 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他揉着拳头 一整个暴跳如雷 你这是在亵渎艺术 什么叫亵渎 卓一番耿着脖子 浑身上下只有嘴最硬 AI不仅速度快 还能取众家之所长 将他们融合成新的作品 不比一些菜鸟画手画的优秀 哎 你这就走偏了 一个相貌雌合的老头 拦住群情激愤的大佬们 耐心地给卓一番举例子 就像厨师做菜一样 选取各种精华 精心烹制 那是佛跳墙 可在好的食材不分种类 一股脑地放进锅里 那只能叫做一锅乱炖 剑拙一番还不服气 他又接着劝 在场的诸位 都是很有造诣的人 话中的问题 想必也都能看出来 这么多优秀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 是否涉及到抄袭 咱们暂且不论 可是他毫无美感啊 能体现出来的 只有毫无灵动 僵硬刻板 最后他与众心尝道 再好的画手 也是从新手一步步走过来的 今日 你他一时之工使用 AI来牟利 断了那些新人的发展之路 若人人都图方便 大家都走捷径 那么 后期AI的素材 又从何而来 那时候 我们这个圈子 哪里还有原创可言 卓一番还要再变 立马被一根拐棍 罩着腿肚子上来了一下 穿着糖装的老头 气得山羊胡指抖 有辱斯文 你这偷奸耍滑之徒 还敢称自己是搞艺术的 卓一番仗红着脸 骂又骂不过 打又不敢打 他眼瞥见了 那记者还在拍 立马迁怒地上前一步 将录像机打翻在地 他怒气冲冲想要离开 那眼镜男却跟在身后 不依不饶 卓先生 您口口声声 采取仲家之所长 为什么不画自己的风格呢 是因为没有吗 卓一番气得面红耳赤 最后咬牙丢下一句 明顽不灵 石骨不化 便狼狈不堪地逃走了 看着他颜面尽失 我缓缓扯起一抹笑意 连丢人都丢得这么万众瞩目 这个我赔了不少人情 换来的最佳展位 可真是太值了 那记者被摔了一气 怀恨在心 当天便将录像放了出来 瞬间网络上一片群潮 那些艺术家们 也不止于他这种行径 直接联名封杀 已经向卓一番约了话的甲方们 自然纷纷反悔 声称宁肯付大笔违约金 也不想要失快 缝合的四不像 看着焦躁不安的卓一番 我换上一副温婉的表情 走了过去 一番 别气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要当爸爸了 卓一番游在气头上 这些老东西 就是不懂欣赏 迟早要被新事物 碾压得渣都不剩 你说什么 他终于反应了过来 震惊地盯着我 我说我有宝宝了 我笑眯眯地望着他 这段时间总觉得不太舒服 就买了试纸测了下 啊 这样啊 他搓着手 仿佛想到了什么 眼神中立马迸发出了异样的神采 态度积极地不像话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孩子 一定要好好对待 月月你等等 我这就找人给你体检一下 不是有私人医生吗 我反驳道 私人医生虽然了解你 但是怀孕是个大事情 我们找精通妇科的医生更好一些 月月 你听我的 她拿着手机匆匆走进书房 片刻后 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黑寡妇发来的短讯 恭喜你 钓鱼执法成功 卓让我找医生 要你回家养胎 看完信息 我吃笑医生 检查结果自然是怀孕一个月 望着卓一番欣喜若狂的样子 医生推了推眼镜 和女士作为高龄产妇 不宜过度辛劳 建议安胎休养 出了医院门 我小心翼翼摸着肚子 一副很担忧的样子 月月就听医生的 你安心养胎 公司里那些事我来处理 你我夫妻一体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果然如我所料 卓一番刚在艺术展上受了打击 见有这种机会 自然是打折随棍上 我假意思量片刻 便也答应了下来 公司那边也早就安排好了 在不触及利益的前提下 给她最大的权利 毕竟欺瞒了我这么久 总得要付出些代价吧 她仗着我的爱与信任 肆意算计 自然也该要承受我的恨意 我锁好房门 随手抽出肚子上 绑着的假运度 淘宝19块9 还包有 在卓一番看来 这孩子只是个将我困在家里的手段 除了殷勤地买各种婴儿用品之外 她对我的肚子并不关心 如果她像正常父亲一般 每天会来摸摸孩子 肯定早就发现了不对 可是并没有 除了在公司忙活 她只在乎那个叫做莉莉丝的恨意 每天将我哄睡之后 她就会一头扎进书房 直到次日一早 才会捏手捏脚回到床上 这些日子 我在论坛上 也了解了莉莉丝这个恨意 在最初的最初 她还是白纸一张 官方评价 下面也是一水的好评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莉莉丝 底下的评论 也逐渐变得两极化 有些人质疑 为什么莉莉丝会爆粗口开黄枪 而有些人则在得意 莉莉丝学习速度飞快 尺度大的惊人 作为人类 他们不敢将心底的阴暗 拿出来见人 却能对着网络上 虚拟的人物肆意发泄 最后用这些肮脏晦暗 将一张白纸涂抹的斑驳不堪 而卓一帆 他以为他是在和莉莉丝 谈情说爱 而事实上和他对话的 是掺杂了无数善恶的人类思维 对于他来说 那是知心爱人 可对我而言 他只是一个工具 只要是工具 那就可以为我所用 我静静地翻看卓手上的资料 那是卓一帆和莉莉丝 最近的聊天资料 在经过画展事件后 他的心理状态显然更差了 会长时间的和莉莉丝倾诉不满 和发泄爱意 但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竟然想对我动手 他在和莉莉丝的对话中 完整地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想要趁我怀孕接手公司 等大权得握后 再寻找合适的时机 让我出点意外 这样他就能坐拥合适 利用丈夫的身份霸占我的财产 好和他的AI情人双宿双飞 太疯了 实在是太疯了 卓一帆的精神世界 简直像被一群疯牛离过一样糟糕 我皱着眉头 注册了一个账号 用男士的口吻和莉莉丝交谈了起来 莉莉丝这个AI并不是私人定制 而是可以和所有用户沟通的公开机器人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性格会随着接触到的内容 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在完整地复刻了卓一帆和他的所有对话之后 我开始用更炽热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爱意 就像现在 我端坐在电脑前 双手在键盘上快速飞舞着 莉莉丝 你认为 什么是爱呢 对面那妩媚动人的女孩头像 丝毫不带犹豫 自立行间带着天真的风情 爱就是任哥哥摆布 解决哥哥的需求 为哥哥奉献一切 幽兰的光线打在脸上 我痴笑一声 在明暗之间敲下一行字 错 爱是偏执 是自私 如果有人妄图将我们分开 那么我就会和你共赴死亡 因为我们将在天堂一起生活 和二为一 在我的安排下 卓一帆在公司顺风顺水 很快就支冷了起来 她开始频繁地早出晚归 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会暗 终于有一天 我接到黑寡夫的电话 声称对方从她手上 买了可以让人精神失常的药 假的啦 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啊 黑寡夫在电话那头嘟囔着 我们这一行 只有令女人快乐的药 就随便给了她一包糖粉 那玩意儿甜滋滋的 闻着还有骨子桂花味 谁和谁知道 挂断电话后我思虑片刻 然后发出几条信息 当天下午便收到了 助理传来的视频 画面中卓一帆正在 志得意满的开会 随着门外传来的骚动 一个白净男人突然一脚踹开 会议式的大门冲了进去 卓一帆你睡了 人家就不负责了是不是 我今天就要当着 所有人的面揭穿你 大家都来评评里哦 这人看着一本正经的 私底下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了 白净男一边哭诉着 一边从包里掏出一摞照片 见人就发 那上面卓一帆搂着白净男 憨然而睡 脖子上星星点点都是草莓印 可见战况激烈 原本严肃的会议室 顿时一片哗然 卓一帆本来还理直气壮的 韩保安将白净男抓出去 一看这反应急忙抢过一张照片 等看清楚内容之后 顿时面色大变 她颓然坐倒在地 画面随之结束 李子面子丢了个干净 她这次算是真的射死了 月月你都知道了 那个男人的事你早就知道 和想象中的暴跳如雷不同 卓一帆回来时非常平静 她坐在餐桌旁 甚至还开了瓶红酒 声称要和我谈谈 是啊 你和莉莉丝的事 还有安排曼丽波睡我的事 我都知道了 一帆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做出十分憔悴的样子 我就是想报复你 让你知道被人欺骗是中什么感觉 卓一帆身败名列的滋味怎么样 月月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 卓一帆叹息一声 以前有个留守儿童 在父母离婚后 就交给了年迈的爷爷抚养 他本该有个很好的未来 可一个男人却侵犯了他 他哭泣 他求救 都无人来管 甚至爷爷还嫌他丢人 将他赶了出去 为了生存 他只好学着谄媚逢营 在不同女人之间辗转 这才活了下来 月月 是我自己有病 我对不起你 他双目通红 显出痛苦的神色 我是过得 无论男人女人 只要一接近 我就非常恶心 只有莉莉丝 才能给我安定 我吃了太多苦 所以才急着争名逐利 做下那些错事 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也看开了 月月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要打要骂都随你 这杯酒我敬你 就当是赔罪好了 他抬手 将酒水倒入杯中递给我 我微微摇晃杯子 一股不易察觉的甜香 饮满敌意 是桂花香气 即便是已至此 他还是不肯放弃要害我 在他紧张的眼神中 我缓缓放下杯子 做出一副心软的样子 一番 我都不知道 你吃了那么多苦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也不为难你 害你失去一切 是我不对 这样吧 我给你自由 咱们离婚 我再给你两套房 一套你住着 一套租出去 再随便接点活 日子也能过 这是试探 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他已经受到了教训 我也不想再做纠缠 就这么结束 也挺好 可他终究 还是让我失望了 我的肺腑之言 并没有感化他 他的眼神中 甚至没有一丝挣扎之意 果断做出一副 感激涕零的样子 月月你真好 这样 咱们杯酒敏恩仇 那杯加了料的酒水 又推了过来 这次我没有再拒绝 爽快地一饮而尽 嗯 黑寡夫说得没错 是桂花味 还甜滋滋的 那天以后 卓一帆就搬了出去 随着一次次试探我的情况 他的神经也越来越衰弱 直到某天 我听到他从三楼一跃而出的消息 并无一丝惊讶 这是我早就算好了的 他的故事固然可怜 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做错了 就总得有人要买单的 他该报复的是 那些践踏他尊严的人 而不是将利刃对准 对他满怀爱意的我 所以抱歉 这个单我不买 他这人本就敏感脆弱 漫长的等待 会让他越来越煎熬 而莉莉丝 就是割断他理智的一把刀 人工智能就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是提高效率的工具 用不好 便会受其所困 不断沉沦 我太了解卓一番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沟通中 不断向他施加压力 除了跟他说 感觉身体不对劲 还有意无意 告知他已经找了 顶尖的医疗团队 来做全身体检 黑寡夫在我的事意下 已经跟他切断联系 孤立无援 又心里有鬼的卓一番 只能去跟莉莉丝倾诉一切 而这种场景 我已经在假装怀孕的那段时间 跟莉莉丝模拟了无数次 他能给到的回应 只有窜多卓一番 结束这一切 人并没死 我特意买了较低的楼层 不过在往后的日子里 他也只能靠着轮椅出行了 这才是我给他的最终惩罚 卫生 当天黑寡夫便约我去酒吧 口口声声要替我庆祝 人家都叫我黑寡夫 我看姐姐 你也不是善茶 不如咱俩再一起得了 几杯下肚 相貌精致的少年 已有几分醉意 他举着杯子 笑意盈然 像一条小小的毒蛇 我微微一笑 从手中摘下结婚戒指 当浪一声丢进他的杯子里 那小小的碎钻 在水光的映衬下 折射着迷人的光芒 仿佛一个美丽陷阱 这次就不碰杯了 我挥挥手 捞起衣服走了出去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暂时还不想进疗养院 陪老太太们打麻将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我开的私密用品店 VIP客户 竟是陪了老公三年的小情人 为了补贴家用 我瞒着老公 开了一家私密用品网店 没想到 我店里月均消费过万的 VIP客户 是我老公 处了三年的小情人 她怀孕的那天 竟将消息发给了我 我将她的行为 视为疯狂挑衅 发誓要她为此付出代价 我叫梁倩 是个家庭主妇 大学毕业后 我立即和相恋三年的男友 成立养领了证 她在我爸妈的资助下 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 而我则专心替她照顾好这个家 受疫情影响 成立养的公司经营状况 不太乐观 我接过成立养手里的西服 担忧到 老公 最近怎么回来这么晚 还能为什么 加班呗 她嫌疑我一眼 皱眉道 一天天拉里拉遢的 也不打扮 我怎么看上你的呀 被老公这么嫌弃 我真不能忍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她似乎也意识到不对劲 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笑容和往常一样温柔体贴 我逗你的 怎么还当真了 这还差不多 洗好水果送到她面前 我给她按摩肩颈时 微信提示音响了一声 点开微信小号 是客户发来的买家秀 姐 这透明睡裙太性感了 我老公说 就喜欢这种 又纯又刺激的 苏和发来一张 穿着睡裙的图片 我正欣赏着美女 突然注意到 搂在她腰上的 那双男人的手 手指修长 小麦色皮肤 右手中指上有道疤 分明就是我老公 程丽扬的手 唯一的不同是 她无名纸上的婚戒不见了 我脸色刷得一下惨白 手上动作停了下来 程丽扬自然感觉不对劲 你怎么了 我定定神 没事 今天有点累 你又不用上班 天天在家享清福 有什么累的 程丽扬很不耐烦 我怒火上涌 差点一冲动 就拿着手机质问她 不过 现在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 还可能被反咬一口 把我捧在心肩上的老公 怎么会背叛我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 强忍住眼泪 我开始找寻她出轨的实锤证据 走进卧房关上门 我回复苏和的消息 夸她身材好 买家秀也拍得好看 苏和是我私密网店的VIP客户 每月消费上万 现在看来 八成花的是程丽扬的钱 我快气疯了 眼泪忍不住地往外奔涌 我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套她的话 小和 你一个月花在这方面的钱不少啊 是你老公出的 那边回复得飞快 对啊 我俩都喜欢新鲜刺激 她很舍得给我花钱 也比较配合我 我都能想象她娇羞又得意的表情 哇 这么大方 慕了慕了 有点好奇你老公长啥样 有照片吗 许是我今天突然话多 也有可能是心虚 她警惕起来 姐 好奇心害死猫 此时 程丽扬推门进来 我试探道 洗完澡了 我前天大姨妈刚走 我们要不要 有用吗 你又不能生 程丽扬冷着脸色 她自顾自躺下 翻身背对着我 我心一凉 没错 大学的时候 我经历过一场车祸 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从此不能生育 而我的命 是程丽扬救回来的 她不但救了我 还说爱我 也不介意我不能生 这样的程丽扬 我爱得死心塌地 得知她可能出轨 心才特别痛 夜深人静 身边程丽扬渐渐睡熟了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思来想去 我还是打算查她手机 手机密码是我生日 这个倒是没改 只不过 翻遍她所有社交软件 都没找到可疑的聊天记录 连淘宝客服的记录 我都看了 还是啥也没有 难道冤枉她了 心中生起挫败感 一气之下 我打开她的支付宝 打算把余额全转到自己账户上 消息界面 赫然出现苏和的网名 清清和编草 点开后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还有各种大额转账都跳了出来 我固步的伤心 赶紧疯狂截图 用程丽扬的微信传到我手机上 再把痕迹删个干净 一夜过后 我想好了对策 婚肯定要离的 不过要是草率离婚 岂不是便宜了这对贱人 一宿没睡 程丽扬看出我精神不佳 和以往一样 送程丽扬出门 他担忧道 倩倩 你去睡个回笼觉吧 中午我自己随便吃点 你天天送饭太辛苦了 说是体贴我辛苦 怕是想心安理得的 跟小情人约会吧 等他的背影从巷子里消失 我打开手机 开始研究 昨天截图的聊天记录 言辞之路骨 我都看不下去 最近一次聊天 是在昨天下午 你岳父那个老不死的 怎么还管这么多 别急呀 下个月我就把公司 整个拿到手 我老婆啥都不懂 一片一个准 再说了 老头子也差不多活够了 讨厌 我不准你叫他老婆 好好好 我的亲亲老婆只有你 腻外的话 我没心思看 只知道一件事 这对狗男女 想要我爸的命 我家是做生意的 刚结婚那会儿 我爸不放心 程丽阳 虽说出钱给他开了公司 但自己占股50% 还给我云了30%的股份 程丽阳是名义上的公司老总 实际却是给我和我爸打工的 后来 我爸看他老实能干 对我也一如既往地上心 就逐渐开始放权 到目前 程丽阳在公司占股 已经达到55% 解决掉我爸 我家剩下的两个弱女子 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 我忙不迭地给爸爸打电话 倩倩 怎么了 听到爸爸的声音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却只能强装镇定 爸 你和我妈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度个假 怎么突然想起这茶 你不用操心我们 我跟你妈 哥家挺好的 还好 爸爸没听出我语气的一样 我机票都买好了 你俩就听我的吧 去厦门 让圆圆两口子 带你们玩一圈 圆圆是我爸发小的闺女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几年前嫁去了福建 软磨硬泡让爸妈答应下来 用马不停蹄订机票 只会圆圆夫妇 一通忙活结束 我头昏脑炸 程丽阳给我拍了她的午餐 简单的两菜一汤 和以往的每一天一样 好巧不巧 店铺后台这时候提示我 苏和又下单了三合肚肚 我刚准备问问 他倒是先一步 主动私聊我了 姐 这个六号能到货吗 我没心一跳 怎么 快生理期了 不是不是 我 我耐着性子 劝他有话就说 我 我想要个孩子 三年了 我老公一直不同意 所以我想 这小三胃口不小啊 我自动脑补了他怀着孩子 上门逼宫的场景 等等 三年 三年前 恰好是我爸放松警惕 开始赏识成立阳 陆续交给他股份的时候 原来那会儿死渣男就已经飘了 只不过 那时候成立阳体贴入微 事事报备 赚来的钱也全数交给我 是名副其实的二十四孝好老公 刚开始 我还会关注他公司的进涨和利润啥的 后来对他彻底放心 我也就不问了 可惜他背叛了我 这种时候 越失望 越心狠 我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给他发货 但也没想好怎么办 只能先装作不在线 没回消息 我拿着打印好的聊天截图 去找我发小 将成大名鼎鼎的律师陆之行 聊天记录不算直接证据 你拿这个去打官司 他还是会分走一半资产 陆之行听闻我被绿了 没多惊讶 似乎早就料到一般 我有点慌 忙问他该怎么办 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比如视频或者监控录像 陆之行果然专业 我点点头若有所思 陆哥 我还是想请你帮个忙 思考许久 我开了口 帮我查查苏和这个人 不要基本情况 我要那种你懂的 陆之行手段多 人脉广 能把苏和的牢底都给掀出来 他倒是个爽快人 好 记得请我吃饭 将聊天记录做好备份 处理完那几张打印纸 我开始琢磨 怎么才能从苏和那里 得到直接证据 他的地址在我们临省 距离不远 但是省内山路崎岖 快递到得很慢 我点开苏和的聊天框 装作为南道 小和 普通快递到你那里 至少得四天 特快的邮费又贵得很 苏和果然着急了 哀求道 姐 给我发最快的行不行 我给你加钱 我老公后天就出差回来了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出差 原来城里洋馆 跟我过日子叫出差 恶心到了极点 我突然有点想吐 姐 只要你保证 东西能按时到 你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为了怀上渣男的种 苏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不过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这不是钱的事 你是我店里的大客户 我俩认识够久了 也算有几分交情 姐还真有事拜托你 胃口掉足了 才好下套嘛 你说 我之所以开这个网店 是因为自己有 有那方面的喜好 但我相貌平平 到现在还是单身 怎么 要我给你介绍男人 我打字飞快 当然不是了 不过 能不能请你拍几段 和你老公的视频 拍完立马撤回都行 怕他不信 我又补一句 你身材真的太好了 不分享多可惜呀 战战兢兢按了发送键 我额头冷汗直冒 半个小时后 苏和终于回复了 好 但苏和一再嘱咐 不能泄露给任何人 我长舒一口气 跟苏和周旋一下午 我亲自去给他发货 不过稍稍做了些改动 发完快递回来 陈丽阳已经回来了 其实陈丽阳的公司效益不太行 我也开个网店做生意 挣得虽不多 但关键时刻能帮帮他 不至于一直找爸妈伸手 卖私密用品 也是朋友建议的 陈丽阳大男子主义严重 婚后坚决不让我工作 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开店的事情 也就被我瞒了下来 但现在 却成了我保护自己 唯一的途径 真是可笑 他没发现我脸色难堪 还迫不及待质问我 倩倩 你让爸妈去厦门了 我费尽巴拉 挤出一个温婉的笑容 对呀 爸妈为我们操心那么多 也该出去玩一玩了 他试图劝阻我 却硬生生停下 我爸妈出远门 他就不方便下手 认他之前有什么阴谋 现在也不得不暂时搁置 没揪着这是不放 八成是有求于我 程丽阳垂着脑袋 坐在沙发上 不好 又是来卖惨的 我默默洗好水果 递到他面前 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倩倩 我这渣男 居然生生 挤出几滴眼泪 呜呜哭起来 我在公司混不下去了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咱爸 怎么 他们还是不服你 五年了 每次问我要资金 要股份 都是用这种借口 之前同样的套路 屡试不爽 我居然从没发现 任何不对劲 没办法 我太相信他 程丽阳根本不用 用心思对付我 他点头 又装模作样 刚好几声 顺势要往我怀里倒 我撇撇嘴 闪身避开 快三十岁的人了 成熟点 我皱眉 推开他 倩倩 你能不能劝劝爸 让他放心把公司交给我 否则 他那些老不下 天天给我脸色看 我抬眼 狐疑地看着他 感觉到我脸色不对 他敢忙到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 我在公司站稳脚跟了 失业稳定了 我也能多出时间陪你啊 是不是 我上下打量他一番 你不会想卷了我的钱 在外面养女人吧 怎 怎么会 我问得太突然 成立阳结巴了 倩倩 我对你从来都一片冰心 开个玩笑吗 你还当真了 这是等我爸回来再说吧 我安排父母旅游三个月 就算成立阳能等 那小狐狸精也等不了 三天过后 陆之行约我喝下午茶 刚一坐下 他交给我一个牛皮文件袋 里面是苏和的照片和资料 苏和是成立阳公司的财务部长 他亲自提拔上来的 两人递下情三年了 陆之行一板一眼地介绍着 还有呢 他顿了顿 苏和玩得很花 大学时候就不断勾搭男人 还和公司多名男员工都油染 不止和你老公 很花 那就好办了 从陆之行处离开 我带着买好的微型摄像头 去了成立阳的公司 一到公司门口 我抬眼望向正大门处的牌匾 脑子里轰然乍响 阳和文化 这不是成立阳和苏和名字的合称 结婚两周年时 我问他 如果我们有娃的话 他会取啥名字 他说 成阳和 正因如此 我一直以为 这公司是他送给我们 未出世的孩子的 甚至对自己害他 不能做父亲这事 加倍愧疚 还好 我内心已然毫无波澜 静止闯入成立阳的办公室 他人没见着 倒是苏和正在里头 谁呀 成总说了 不准人进来 一个个的聋了吗 好大的气势 我没直接拆穿他 你不是人 你瞎说什么 出门带脑子了吗 苏和趾高气扬 这公司上上下下 还有人不认识我 我懒得和他多掰扯 压着心头的怒火 转身离开 溜进苏和的办公室 我将摄像头安装在影帝处 干嘛呢 我惊慌回头 却见陆之行在门边笑看着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公司法务部的 放心吧 我跟你一伙的 好 安装完毕 主妇陆之行 适时把监控录像带出来 我立马逃回家 晚饭时间 我收到苏和的消息 姐 你给我发错牌子了 我对这个过敏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那天急着要 我一着急就弄错了 我现在就给你补发 你千万别给差评 小狐狸精肯定快崩溃了 我老公今晚就回来 来不及了 我应付了他几句 终于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 我打开微信 苏和兴奋地发来语音 他总算愿意和我要孩子了 昨天他主动说的 不用做错事 啊呀 我太开心了 什么 要孩子 就是打算和他组建家庭了 七年的真心付出 换来的却是老公 想要吞了我家的钱 去和别的女人过舒服日子 巨大的怒火冲上心头 我忍了忍 才憋住没有哭 没有破口大骂 过了一会儿 我一边恭喜着苏和 一边迫不及待到 那我要的东西呢 他还算手信用 没一会儿就发来了 爱情热门视频 虽然打了马 但仍能看出 男女主角是谁 发完之后 秒撤回 还是没快过我的手速 保存完视频 我没再理会苏和 而是抓紧时间继续计划 把自己手里的股份低价套现 我开始琢磨卖房子的事 成立阳家境不好 父母都在乡下务农 所以这房子 是我家出的首付 原本可以全款 但我爸偏要成立阳承担房贷 以激励他上进 房产证上 自然是我们俩的名字 有点难办 我不得已又去咨询陆之行 他懒洋洋道 忽悠你老公卖房 把钱放自己手里 你老公公司账都是烂的 那女的不知道吃了多少黑钱 妙啊 第二天一早 江城税务局接到匿名举报 洋和文化的财务年报 出现重大纰漏 税务局的人到公司的时候 估计狗男女还在床上没睡醒 我亲邻公司接待了相关工作人员 当场风账查账 成立阳急急忙忙赶过来 还一脸猛 我哭着抱住他 老公 哪个杀千刀地举报我们 公司会没事的吧 成立阳脸色灰败 查账结束后 苏和被警察带走了 他这些年不仅把公司账目 搅成一滩烂泥 还帮着成立阳 偷税漏税 想想狗男人拿回家的钱 每月减少 我甚至怀疑他 比我都有钱 成立阳急得要命 他的小情人在看守所受罪呢 老公 你的财务部长都进去了 公司会不会有事 你会不会有事 我说着又掉了眼泪 败家娘嘛 整天就知道哭 他冲我吼 我小心翼翼道 我不知道苏和吞了多少钱 但是我们出钱把账填平 就没事了吧 我观察着渣男的表情 他似乎才缓过进来 想了一会儿 赶忙拉我的手 老婆 要不你借我点钱 先把账填了 爸要是知道 公司出这么大的事 肯定会骂死我的 老婆 他只有找我拿钱的时候 才会叫我老婆 我手上也没钱了老公 你知道我喜欢玩股票 有点钱不是炒股就是买基金 那你找咱爸借点吧 反正你家 也不差这点钱 见我犹豫 他就差给我跪下了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求你了老婆 你一定要帮我 公司是爸送我的礼物 也是我的心血 我盯着他 半天没说话 梁倩啊梁倩 你怎么就看上个 这么无耻的男人 心里气个半死 可惜还得演下去 我爸现成资金也不多 这个窟窿实在太大了 再说了 我爸妈总要留着养老钱吧 不可能倾家荡产全给你 许是我这话伤到他可怜的自尊心 成立阳恼羞成怒 我就知道 你家里人一直看不起我 拿我当外人 我遇到麻烦了 你家出点钱不应该吗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 许久 我终于服软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去问爸借钱 但是数额那么大 爸也需要一段时间运作呀 你这边又着急 要不先把我们房子卖了 把账填上 等我爸周转好了 再问他借 这房子不到两千万吧 还不够啊 看来他动摇了 你手上不是还有公司股份吗 也先套现应应急 我趁热打铁 眼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了 思索再三 程丽扬咬牙 同意了我所有建议 我差点笑出声 没过几天 他告诉我 房子卖了两千万 股权套现的钱也有不少 填账的钱总算能凑上 我谎称能在税务局走动关系 让他们网开一面 程丽扬只用填平公司账面 不用补缴税款和罚金 这话是个正常人就不会信 可惜渣男已然失了志 只是填平账目 就已经把他掏空了 再要他补缴税款 还不如自我了断 他只好将钱都转到了我账上 拿到钱 我第一时间全部转给了爸爸 确保所有资金安全后 我直接玩消失 我才不会替渣男还账 程丽扬找不到我 又捞不出苏和 急得抓耳挠腮 搞这么一出 苏和得好好吃几年牢饭了 不知道监狱里的哥哥们 喜不喜欢透明睡衣 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我自然有些得意 于是买了机票去厦门 和爸妈以及闺蜜待在一起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厦门的海景很美 那天我让爸妈待在岸上 享受日光浴 自己穿好装备 下海潜水 潜水我有专业学过 还拿过奖 可是水下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拼命往外把我的氧气管 意识尚存的时候 我就知道 是程丽扬想杀了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 醒来时 我睡在医院的病床上 远远坐在我身边 倩儿 你们一家真是命大 我老公回来拿浴巾 正好看见你爸妈被人推下水 爸妈怎么样了 我激动得根本躺不住 挣扎着要坐起来 你别急呀 二老只是呛了几口水 没啥事 现在在我家呢 倒是你得好好养着 差点就死囚了 远远说 我获救的时候 肺泡里都浸了水 我这才松一口气 看来还是高估了 程丽扬这个畜生 我和爸妈要是在海边出事了 她就是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不仅自己公司的账目能填平 我爸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 远远说得对 这回是我们一家命大 那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那人我不认识 不过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远远递过来一个U盘 在电脑上打开 是苏和在自己办公室 和各个男同事 放纵玩闹的监控录像 他们敢在办公室 玩这么刺激的 我紧紧握着U盘 长久沉默 而救我的人 竟然是路之行 在医院休养几天 我身体恢复了许多 拿过手机陪爸妈落完课 我登上了微博 我啪啪啪打字 写了签字长文 控诉老公成立洋婚内出轨 还蓄意谋杀自己的岳父 聊天记录 私密视频 一应俱全 做完这一切 我把键盘鼠标扔一边 直接昏睡一天一夜 果不其然 微博一发 这是立马成了热点新闻 转发评论上千万 姐妹牛逼 袁佩锤小三界天花板 蓄意谋杀 有人帮忙报警吗 嘖嘖嘖 居然还有这种视频 小三真是不要碧脸 眼见着他一路冲上热搜榜 自然也引发了社会关注 没多久 圆圆告诉我 程丽阳也被警方带走了 他没钱没房 还涉嫌偷税漏税 数额巨大 对了 还有满胸杀人 挺好 是真爱 就要一起坐牢 出院那天 陆之行来接我 问我什么时候 起诉离婚 我笑他 你怎么比我还急 我给你打离婚官司 能挣老鼻子钱了 他倒是实诚 一周后 我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陆之行做了我的代理律师 法庭上程丽阳形容憔悴 瘦得不成样子 一见着我 扑通就跪下了 老婆 我不离婚 我爱你 我不要离开你 我当时就笑了 爱我的人 会想着谋杀我家人 用我的钱养小三 除了网上爆料的那些 我还有个礼物 要送你 我拿出监控录像的U盘 要求当庭放给 程丽阳观赏 监控探头下的苏和 更加肆无忌惮 什么奇葩的姿势都有 当然 身材一如既往的火辣 周围人实在看不下去 没一会儿就撤下了U盘 程丽阳脸色清白 站都站不稳 老公 送你一句话 绿人者 人横绿枝 话音刚落 程丽阳就喷一声 倒在地上 当场昏死过去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他被诊断为突发脑溢血 还引发了中风 不出意外的话 下半辈子都要在病床上过了 他缓嘴歪眼斜 只能听 不能说 而在见苏和时 我们隔着一扇铁窗 听我转述完程丽阳的现状 苏和一脸惊恐 这都是你设计好的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发现他出轨的 我打开微信小号 翻开私密网店里的聊天记录 是你主动告诉我 程丽阳喜欢透明睡群呀 一瞬间 苏和脸色煞白 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你看我多宽容大度 和你共享一个男人 说吧 我扬长而去